小在这里有一个社会新闻 这个很值得大家 我觉得跟他们家的状况好像 对 因为这个社会新闻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这种 因为兄弟之间 就是说他们因为都在认为说 父母不爱他 所以发生的命案 那这个发生的命案的这对兄妹 其实才十五六岁而已 哥哥高一 妹妹国三 两个人其实差一岁 那可是这从小到 因为爸爸就觉得说 他们有个观念 其实后面我们去了解 这父母不是不爱这两对兄妹 而是因为父母都在外面工作 然后每次都跟哥哥讲说 你要照顾妹妹 你要照顾妹妹 妹妹在做事的时候 你不要打扰她 那如果她惹你生气的地方 你就要让她 她从小学时代 就一直被灌输这种观念 可是她就很不平 那就像薰奈一样 每天在跟她爸妈抗议 但是她爸妈就不管 反正你是做哥哥的人 你就是要让妹妹 那她这一股气就这样隐忍 隐忍到了她高一 那前几年 那有一天晚上 她妹妹体育科要考跳绳 她在讀書 哥哥读书 对 哥哥在读书 她妹妹在课宾跳绳 她就叫她妹妹不要跳 你很吵 我去讀書 那妹妹就不吵她 说你是哥哥 对啊 长久以来有这种观念 那你是哥哥你就要让我 好啦 结果就两兄妹就在客厅吵起来 然后这哥哥就一气之下 就这样一气之下 拿那个嘎嘎 刚讲的角木 对 当场就把她妹妹打死 天啊 在客厅里打死 而且打死之后 她可能我觉得是已经心理上 已经有恨妹妹或是恨父母 那种作用存在 所以她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她还自己去把这个现场清干净 然后自己换上衣服 然后自己打电话报警 然后请警察来 说我把我妹妹打死 那后面当然 征讯的过程中 大家就在怀疑就是说 你的家庭 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父母也一向满和乐的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 失手杀了你的妹妹 那这哥哥就讲一句话 就最关键了 从小到大 我就是为什么 我每次都要让她 我不让她也被骂 我让了她也被骂 所以我就是很讨厌这个妹妹 所以我有机会的话 就是要把她干掉 对 小燕 你现在有两个小孩 对 老大老二差几岁 差七岁半 七岁半 那你会跟老大说 你要多让 会 还是会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很纠结 所以有时候 哥哥跟妹妹也差很多 对 有时候不能比 因为我听到 薰奈她的例子之后 我就觉得 跟我家超像的 你知道 因为哥哥安静 然后妹妹鬼灵精怪 然后哥哥被我骂的时候 他就会去旁边做鬼脸那一行 对 他就在旁边做鬼脸那一行 那哥哥就比较不会释放感情 那妹妹就会整天窝着你 那可是 其实应该这样讲 你说我们在物质上是绝对 我敢保证绝对没有任何的差别 那我唯一会有的 会被人家误认为说 我宠妹妹的原因就是说 我其实我也常常会跟我儿子讲说 你们差七岁 差七岁多 然后你现在是国中生 你妹妹刚生小一 那有时候 现在比较少讲 就是在幼稚园阶段 我常常会讲一句 他幼稚园 我们讲 我们要去教他 就说他不懂 对 他不是很多事情都了解 所以我们要去教他 那你不能够每次都会骂他 我就会骂哥哥说 你不要每次都会骂他 或执怪他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说 那你去让他一下嘛 你是国中生 你很多事要了解 我一讲你应该就懂 但妹妹不见得讲得懂 所以我们就多让他一点 可是其实说实在话 我讲这句话 是他每次都生气 还生 我儿子每次都很生气 对 都很生气 他也常常问我一句话说 我为什么要让他 对 我为什么要让他 那其实我讲不出理由 我能够唯一讲出的理由 就是说 你比较大 对 你比较大 然后你们的学习 你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了 妹妹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年纪大就睡吗 所以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但是基本上是这样 我真的很少骂他们 但我会骂的时候 我还是会这样子讲 你知不知道 你的老大正在诅咒 对 你又有报应 你又有报应 肩骨酸痛 你一直到前面都觉得很胆寒 对